它是中国最有内涵的寺庙 没用一颗钉子却能屹立六百多年 这座寺庙就是位于四川平武县的鲍恩寺 寺院坐西向东 转地面积2.78万平方米 寺内建筑也一条300米长的中轴线对称排列 由于完全仿照北京故宫布局设计 故有深山故宫之称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鲍恩寺整座寺庙都是用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 寺内古墓参天 气象森严 飞檐凌空 金碧辉煌 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独一无二 鲍恩寺不仅是座令人惊叹的绝妙古建筑 更是一座精美绝伦的艺术宝库 虽然经历了数百年风雨 但寺内明代的建筑 木雕 石刻 泥塑 壁画和神像之美 动人心魄 寺庙大殿内的天王金刚威武雄壮 牵手牵眼观音 慈祥肃肃穆 各种人物画像高达三米 生动地构成了一幅幅庄严的护法图 最令人嘖嘖称奇的是 鲍恩寺内的柱鹅梁芳 天花早景 吉士瓦当 乃至香炉 扁鹅 中牛等处 霍克 霍化了共计 九千九百九十九条 形态各异的龙 其中华岩殿内长七米的四条泥塑盘龙 最为精美 寺内可以说是群龙汇聚 龙玉成祥 深山古叉 佛家瑰宝 宝恩寺的一砖一瓦 都藏着巧夺天宫的大国智慧 宝恩寺中的宝恩 顾名思义为 宝国土恩 宝父母恩 宝众生恩 宝师掌恩 更是传承着中华民族数百年来 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 为中国最有内涵的寺庙点赞